孟子旁通第06讲秦皇霸业的蓝图 南怀锦讲述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 好好读一下战国策和史迹 其中有关苏秦当时游说的言论和思想 实在不能轻视 也不可忽视 他第一次见到秦桧王所提出的说辞 也是标榜王道的做法 不过 他是针对当时的现状 特别强调他自己的军国思想与战争理论 他说 大王之国 西有巴蜀 汉中之力 北有湖河带马之用 南有乌山前中之县 东有遥寒之故 田匪美 民音赋 战车万成 奋机百万 卧野千里 蓄姬饶多 地势行辩 此所谓天府 天下之雄国也 以大王之贤 市民之众 车骑之用 兵法之教 可以并诸侯 吞天下 称帝而至 愿大王少留意 臣请奏其笑 苏秦出现秦桧王所提出吞并诸侯 称帝而至的蓝图 也便是后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线 结果 非常有趣 他的计划根本就被秦桧王所否决了 难道说 当时秦桧王的野心 还不及他的一孙秦始皇吗 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孟子同样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秦桧王当时对苏秦的否决词是怎么说的 秦桧王说 据我所知 一个羽毛海默有长丰满的鸟儿 是不可能高飞的 一个人文教化海默有培养成功的国家 是不可以随便征伐别人的 同样的道理 德政方面 还没有扎下深厚的根基 是不可以随便动员国民的 领导人的政治教化与感召力量 还不足以使全民由衷的顺服 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责任 劳烦自己的高级干部去担负更艰巨的任务的 你苏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远千里而来到我的国家 肯这样当面教导我 非常感谢 不过 希望等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 再向你专程请教 完了 下一句 在前卿来讲 就是端茶送客了 在现代 就是秦桧王举起手来看一下手表 再伸出右手来准备握手送客了 这一段在古文怎么记载呢 文字写得美极了 可是现代人读起来 不大容易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 所以大家便马马虎虎的看过去 认为这些老古董莫啥意思 战国策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秦王约导 寡人文之 卯宇不丰满者 不可以高飞 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后者 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顺者 不可以须大臣 金先生依然不远千里而停教之 愿意一日 可是在当时 年轻的苏秦还要装呆 不肯马上告退 仍然继续讲下去 想把他的学问知识 连度长脑髓都翻出来似的 你看 这多么不懂事 不识实物 他在这个时候 把中国上古以来的历史哲学 战争论 战略思想 一股脑儿都搬出来支持他当时所构想的统一天下的计划蓝图 其中 他说道 事故兵胜于外 异强于内 威力于上 民浮于下 金玉并天下 灵万成 驱敌国 治海内 紫园园 陈诸侯 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世界 必须国富兵强 具有战略上的必胜能力 然后才有道义可讲 在国际外交上 你的兵力强盛 那模拟内在的道义观点 才能发挥作用 他的这一段话 甚至于整篇的建议书 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认为 凡是现代的国民 应该把战国策等书好好研究 拿他和孔孟之学互相研究 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 座位治世与立身 立国的中心 以战国策 孙子兵法等 未全变 应变 试变 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 实在很有必要 千万不要认为 这些书是老古董 根本不去摸它 要知道 你根本还没有 好好的深入去摸它 哪里知道 这些古董之未骨 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 人云亦云 胡乱抛弃固有文化中 这些宝藏 实在是很盲目 而且非常可惜 关于战国策和孙子兵法的赠核研究 我已经在历史的经验的讲课上 介绍过一部分 所以现在在这里只好从略 简单的提些要点而已 苏秦说的哪怕再有理 无奈却不合时宜 所谓话不投羁绊巨多 秦惠王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外国来的年轻人 该有多讨厌 这还没有完 这一回对秦惠王的当面说不成功 他还住在秦国的旅馆里 一次又一次的写计划 写报告 送给秦惠王 希望他采纳 结果 上了十次的计划报告 秦惠王莫有半点下文答复他 换句话说 秦惠王根本莫有理他 不过 还算好 并莫有认为他是国际政治上的疯子 莫有把他驱逐出境 可是 也莫有给他一个小植物杠杆 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钱 这一下 苏秦真完了 一钱逼死英雄汉 所谓美人卖笑千金义 壮士穷途一犯男 带出来的黄金块用完了 身上穿的那件冲阔老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 大概多少还有一点点零钱 可是绝对没有交际费用 再也没有长期住下去的能力了 因此只好乖乖的收拾行李回家 然后再大衣垜下来 请不吝点赞 快点 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